大家好,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演子希在旁邊和我們聊天 Harry你好 Juny你好 又到星期五,跟大家推介股份的事後 上星期推了新股,軒號是21866業製藥 挺有趣,凡身Harry推新藥業股和製藥相關的股份表現不錯 跑贏了大肆藥,恒指一個星期升幅接近1% 跑贏了大肆表現,升至4% 當時叫家庭觀眾現價可以買 今天中午的收市價更加見過6.92 這個星期高為6.94 都不錯,利潤在收 如何部署呢?八個本都保持著這個目標 現在看綠葉製藥,大家都很關注 這隻半身股可否開花,還是還是做綠葉呢? 這個情況,大家對這隻股份在半身股的進取程度上 都算是樂觀一點 其實你環顧這麼多隻半身股 其實新股上市,我都覺得要多點視乎 就算你賣了都好,不是每一隻都會進入到所謂的半身股行程 即是一抽十幾個percent那個辣的走勢 而綠葉製藥來說,我都會繼續暫時去看 就算是本身做完一股之後 我都有看多點的資料 其實這隻本身的藥品銷售的樂觀程度 應該可以維持 維持我自己本身的目標價八個半這個位置 我自己賣一下自己的廣告 我先前推的制藥,二三四八已經上到六個六這些位置 看看會不會是同一條trend 本身來說,如果你說半身股來說 都要留意一下,大家看到一些急升的情況 反而是戒備心比較重些 譬如說,先達國際物流,6123 急升過後就停牌 你買了之後,真的很害怕 所以這隻來說,暫時我看一盤數 或是從上星期的分析,我們都見到 沒有什麼水份 本身對於未來的前景來說,我都看好的 好,全新星期了 今天跟大家推出什麼股份 今早的跌勢好像急著 跌成了200點,其後跌勢收窄了 今天來說,有什麼股份可以留意一下 對,今個星期那隻股份 我駁一駁來一些很短暫的消息 其實大家都經常聽到 我留意了這隻股份已經兩年多了 它做了一些手機零件 而我自己本身,先說一下感覺 譬如說,你之前說制約股 幾隻推過的表現都不錯 但我發覺,我專門主要看一些科技 或是手機的相關股份 但我每次推出手機股 都由DSD的表現上參差一點 看看今次會不會是這樣 今次推出的股份 股份是大家所熟悉的瑞星科技 亦都做一些聲學零件 相關的一些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 很多產品範疇 都有它的聲學零件在 這隻股份 我接下來看它 就是下半年的增長力度 應該會做得好些 好,這個股份衝勁無限 因為很多新機都會來 自己想到 就說小米4又會來 iPhone6等等 所以衝勁回到 需求和銷量都回到 都說多一點 瑞星他們主要做些什麼 這些產品 分了四項 我一向都知道 瑞星科技的顧名思義 可能跟一些聲學多一點 業務截比又可能重一點 是否現在的產品組合又是怎樣 大家版面上看到 其實本身藍色那一塊 瑞星科技大概做這些電子產品零部件 做了20年左右 開頭的時候做耳機出身 為什麼它會發展成為主要 為了這麼多大家熟悉的品牌 電子產品做一些聲學零件 是挺有關係的 現在現階段來說 瑞星不僅是Apple的概念股 其實蘋果產品 雖然還是它自己本身的 主要收入來源 但是現階段來說 它都會發展在一些非聲學業務 包括一些鏡頭模組 即大家手提電話後面的鏡頭 或是做手提電話裡面的天線 比如現在的不同的 整個智能電話裡面 我們看到有藍牙 有GPS 有Wi-Fi 甚至現在新的NFC 類似百雅通的形式 而本身如果你看回一個智能手機電話裡面 甚至是平板電腦 而現階段來說 已經是很多的感應器 或者是一些 你手機都會震動 還有一些震動器 以及一些觸覺的震動模組 即是那些感應器 即是打橫打直的 轉來轉去的感應器 它都有做的 現階段來說 瑞昇已經是 如果你說 界定它為一隻什麼股份 我暫時去看 都有點像工業股 它始終都是做一些電子零件 但是這個解決方案 和以往 瑞昇只是只買一些星學零件 有少少不同 希望這個方案 會令到它的毛利率 可以重拾一個升軌 好啊 之前看這個股份 大家在說的是 蘋果概念相關的股份 像你所說 有少少轉了 一向蘋果是他們最大的客戶 佔了他們的佔比大約有四成左右 之後就是Samsung 15%左右 但是我知道 還有很多其他的品牌 包括我們在螢光網上 看到Sony、LG等等 連Blackberry都是他們的客戶 對 瑞昇科技來說 大家所知的是 蘋果概念股 亦都看到 其實 旗下 尤其是這一兩年 它的增長力度 就落到一些中國品牌 所以我們看到 版面上有中興 有華為 又有Coupet 浩派這些 其實這些出貨量的提升 亦都是這一兩年 瑞昇科技 為何本身的盈利 仍然保持著上升的趨勢 記得蘋果產品的出貨量 已經有下降軌 所以 接下來 中國品牌 究竟出什麼機 或是 本身旗下主要的客戶 比如Samsung 或者 本身蘋果 有什麼新產品 很影響到它的估值 今次 我也想和大家去看看 究竟 接下來 它的發展上 下半年 為何我這麼看好 希望可以有多些內地客 和收入 在內地方面 貢獻就多些 不如都一起看看 今次 為什麼Harry 會推翻這個股份 三個你好因素 第一 也衷勉 就是集團旗下的客戶 會重點推出一些新的產品 所以就將它刺激到 集團一些零部件的需求 第二 預期半年的業績增長穩定 而非升學的產品業務 亦是成為它們的增長 希望它的佔比 由去年5%提升到20%左右 第三個你好因素 就是有些新的智能穿戴產品 可能我們經常說 Google Glass 我們遲些再和大家介紹 如何增加到集團的銷售表現 先看看公司的一些情況 剛剛我們也說到新的手提電話 小米 先看看情況 剛剛我提到集團 希望將內地的收入佔比提高一點 螢光幕上也看到 集團內地的客戶佔公司去年收入比重 就是14-15% 與其今年內地的客戶佔比 增加到1.5%至2%左右 其實就沒有問題 因為反而我看到 內地的手機不單是價錢吸引 外表漂亮 而且增長動力都非常強 幾分鐘馬上買了很多品部 如果你看回 瑞星我們說過很多次 就是蘋果概念股 但蘋果概念股有什麼不好之處 就是苋果產品買得差 瑞星就跟著跌 但現階段來說 其實集團做了很多品牌的分散活動 其實旗下的品牌佔比 現在集團本身執行董事說的事情 就是3月提到的 他們都期望今年的比例會上升至兩成 旗下 為何我們特別講一些內地的手機品牌 其實在增長率的速度 已經比起大家所熟悉的 比如Samsung Sony 甚至蘋果 速度快很多 所以說對於瑞星科技來說 這方面是一個盈利的增長點 而現階段來說 我會覺得 為何會變成小米概念股 我們經常都說到 小米概念由通達 那些股份走出來 瑞星其實在今年3月的時候 有一個公佈 集團董事自己說的 他們已經成為了 本身在小米手機裡面 專門做天線 跟集團自己本身做的 升學元件不是很相同 它做天線的部分 版面上有那兩塊 就是上面那一部分 還有下面電話最底的部分 其實小米客戶 接下來如何出他們的手機 會成為了集團的股價敏感點 聽小米神秘地多於iPhone很多 iPhone近來來說 大家也知道 不是把螢幕變大變小 沒有什麼特別的 接下來重頭戲小米 7月22日有個發佈會 看到電話後面有個四字 四字在中國人來說 就不是太吉利了 其實代表什麼呢 大家也猜到為什麼我推瑞星 其實我在下個星期二 下個星期二 其實小米會在北京有個發佈會 在版面左邊 是它發給傳媒的一張invitation card 就是用鋼的側面發給別人 鋼的側面 大家在預料中 接下來小米 我想是第四代 可能是用鋼的材質來做一個手機 神秘 而本身這個四字 你可以猜它是一個小米四 第四代 或是它可能會有四款產品去推出 任由你猜 但是呢 我又很有趣 我們看到市場消息 我自己最喜歡看的 那些傳聞 很多傳聞 有些間諜的照片 有些間諜的照片 小米四這個就是間諜照 其實本身 你會看到 不是公司的嗎 不是公司的 講得明白 下個星期二才推出 這個間諜照 我們看到 跟我自己用的Samsung Galaxy Note 3 很相似 但是呢 又是超過小米 賣不賣得到呢 以小米本身的定價 一向的條件來講 大概都是二千多元 二千多元買到一部Note 3 一定有一定的吸引力 如果它還要轉到 所謂鋼面的質地的話 我會覺得 如果你說其餘的 其實本身 輕輕講講小米 其實它想將旗下所有不同的產品 由3G轉到4G 這個形勢呢 其實都令到 其實本身 和內地的智能手機 的銷售情況 很有關係的 就是因為 本身很多品牌 除了小米之外 我們看到 其餘的品牌 都是很積極地 由3G轉到4G 而本身消費者 都已經是 hold著不買一些3G手機 等一等4G手機出來 所以 其實如果你說 以上半年計 內地的手機 的增長速度來講 是慢了下來的 所以我們積極看看 本身 大家都可能見過 小米3 它就出一部改良版 叫3S 紅米 有部4G版的紅米Note 而第四項 它就很神秘 究竟是一個 自己本身的MIUI系統 或是對於 本身小米來講 是一種新的產品 就是 有一部筆記寶形電腦 就是可能小米出notebook 這些其實 說的是 瑞星會幫小米做天線 如果你這麼多產品推出 出貨量方面 始終都會成為了一個 增長亮點 我會覺得 大家不妨去看看 就算小米出貨 暫時未拿到數據 你只是猜它會出貨 但它出來的時候 對股價都會有刺激作用 好 較早時分 之前就知道 小米的手機是大買 還要在內地跑型 就是國內的iPhone 第一位最受歡迎 一定離不開Samsung 試占率最高 說著手櫃來講 試占率大約有18% 之後排第二位就是聯想 試占率大約12% 跟著就是小米11% 蘋果反而在內地的試占率 沒有新機 只有15%左右 蘋果方面繼續令人失望 所以就說 小米方面的銷售額 或者在各方面衷敬無限 接下來又有新機等等 其實有沒有什麼實質的數字 可以告訴家庭觀眾 究竟它有多厲害 是的 它的出貨量方面 其實已經是增長 例如按年來講 1.5倍 挺誇張的數字 這是銷售額 銷售量差不多3倍 所以就是說 小米手機對於 本身 瑞星來講 其實未來的銷售前景上 我都挺看好 也都見到 紅米方面的熱賣 也都會令到 瑞星科技旗下的零部件需求 真的會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觀眾可能會問 一件事就是 瑞星科技 以往會做蘋果的一些手機 蘋果說一部手機 都賣四千多五千元 小米手機其實都這麼便宜 會不會對於集團的毛利 會有很大的影響 這個其實我自己都有親身去問過IR 其實他們的解釋 不知道大家買不買 我回覆述他們的解釋 就是本身的天線 對於整個手機的成本上來講 就不是那麼多 就是那個absolute amount 那個figure 例如說一個小米手機 天線的部分 可能佔它二十多三十元 所以就是 究竟你的手機是賣一千元 還是四千多五千元 其實這十五元 其實很多廠商都願意繼續比 所以就是 對於它的成本控制上來講 就不是太大分別 所以毛利都保持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這件事 如果你計一千元的手機 或者四千元的手機 十五元的比例 如果你計百分比來講 其實是相差很遠的 但是以這個態度上來講 我想小米都不會刻意去壓低瑞星得那麼緊要 壓就一定會壓的 因為小米其實最出名是什麼 Cost Cost Control 它是中國的一個世界工廠的Cost代表 所以我會覺得 急升的情況 可以令到 接下來的瑞星科技 起碼在那個銷量方面 有一個很明顯的提震 好 Harrie 我們經常都講了很久 整節都講了小米 講了我們內地 好像變成它的發佈會 現在那個品牌 多麼強壯 其實我自己是用iPhone 我都期待iPhone 6 接下來 有沒有什麼憧憬 iPhone 6 我會覺得 我自己也揣測 不用市場 現在不用市場普遍認為 我這些一些意見 認為 其實本身9月也會正式發佈iPhone 我們簡單單 大家也聽過很多新聞 iPhone 接下來可能會有三個產品 會有機會推出 市場預期9月會發佈 iPhone 6 剛才Janet自己也有提到 就是說變大變際 那個螢幕 怎麼變大呢 現在市場 下一版我們看到 市場其實有個4.8吋 或是有個5.5吋 或者是 其實我覺得 iPhone Color方面 會有個6C 這個其實就 這個不是公表 這個你猜 這個iPhone 6 4.8吋 其實就是 我想我資料來源要更多 這個是林志榮的微博 這個其實 因為它每次iPhone產品來說 都有拿到一個樣板 所以我就吸了出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如果你說這個 新產品 其實這樣推出 講真一句 本身iPhone 6 其實是被譽為 Apple在這幾年裡 其中一個翻新之作 市場說它的出貨量 比起iPhone 5 是三倍幾四倍去的 所以這個產品 如何推出 會成為瑞星科技 中線的預測 尤其是 在未來的半年業績 應該未能反映到 因為 現在從產業鏈的消息 裡面說 就是它們 6月開始就在陷 6月才陷 6月才跟瑞星科技拿貨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瑞星科技下半年的增長力度 是會回復一個很正常的水平 明白 OK 之後我們看看 剛剛提到 瑞星科技現在越來越 不去太依賴 蘋果方面的產品 以及希望加大 內地客戶的佔比 不僅是收入 全部都是 多些資源放到內地客戶 和14年方面的情況 綠色那部分 就是代表中國客戶 和其他 深藍色代表 Samsung的客戶佔比 另外 我們看到 紅色那部分 就是代表蘋果公司的客戶佔比 如果只看回 13和14年 Samsung和蘋果的佔比 不是太大變動 分別是15%左右 和四成九 即五成左右 但0044 就是見到 綠色那部分 就是代表中國的客戶比例 就急升 13年的一成四 一升升到兩成 而且15年和16年的 預測增長 都非常之可觀 去到16年 更加在客戶佔比 去到三成 會不會這個趨勢 都是越來越明顯 而且都大幅會依賴 在內地方面的客戶 如果你看回 瑞星科技 其實它就跟著整個 智能手機 或者智能產品的熱潮去做 哪個手機買得好 它就找哪個客戶 它就完全不會有太多貴重 所以就是說 現階段來說 蘋果手機產品的佔比 一定會下降 因為其他中國客戶 就蓬勃起來 所以就是說 現階段來說 對於中國客戶 究竟出貨量 其實本身的增長力度 如果保持著 高盛這些研究報告 就會輸入到它的預測 所以就說 客戶比例漸爭 對於瑞星科技來說 在那個產品的可靠性 或者收入的穩定度來說 是會有一個加重的地方 所以就是說 這個比例漸爭 其實中國客戶 為什麼我們point out出來呢 就是其中一個就是小米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它有做Coupet和聯想這些 其實增長力度都挺高 這方面 會彌補到 我相信 三星接下來幾年 都會有一個頹勢 這方面 看看本身 接下來集團會有進一步的一些描述 因為 你揭開一份年報 永遠看不到它的比例 它也不會跟你說 因為這些是保密協議 所以永遠都是一些大行的預測 OK 好 其實反而它的業績就好像一般 不如都跟大家看看業績方面的情況 就是用14年的手櫃業績 和13年全年的表現 很明顯 看到就是營業額有一個 由升轉跌的情況 13年全年 營業額還說升近兩成九 突然間 14年的手櫃掉下來 跌接近3% 去到18.54億人民幣 毛利都跌 由之前的兩成一 它是升 之前來說是升兩成一 去到毛利最新的情況 跌8.5% 另外 那個純利和除水前的日利 全部都跌下來 搞什麼事 剛剛還在說 它說它有強勁的增長 好像很電 突然間看回業績 揭開肚皮 原來是這樣 這個 我也要澄清 我憧憬是下半年的 這些是History的數據 營業額或是純利 13年都可以保持增長 以46% 店檔 這些PE 二十多三十倍 不斷去 但是 2014年首季 這份營業額 發生什麼事 觀眾可以想回 如果2014年首季 你去買手機 你面對什麼手機 一部是Samsung Galaxy S5 完全沒有新意 如果小米的話 你會買紅米 另外一方面 iPhone還是5S 其實全部都是舊款 2014年首季 其實一直都見到 很多廠商都在 Finalize 本身今年會出的手機設計 所以對於瑞星來說 一向都是 它有少少季節性 因為通常一些手機的 推出九月幾十月 所以一月的訂單 通常都會比較弱 今年特別弱 因為本身完全沒有手機推出 所以營業額 暫時去看 就會有一個下跌的情況 有一件事要提出 這是風險 集團公佈了 第二季和第一季的營業額 是持平的 所以你要期待 買瑞星 即是看業績 接下來的份業績 我都在預測不漂亮的 數字 所以這個數字來說 就是怎樣去看下半年 拿到小賣的單 或者iPhone的單 之後 怎樣反底 所以從大數或者順利 你可以談的 但這些都是History的數字 好 七、八月方面 沖徑花有新機 如果我是手機生產商 都會選擇這些日子 因為季節Christmas 是假期皇帝 有藉口可以買新機 是假期皇帝 是假期皇帝 大約是八十億 八十一億人民幣 反而全升器的佔比 不是很多 這個餅佔了10% 而且又不是最賺錢的部分 反而最賺錢 在餅上看到的 就是用藍色去代表電動器件 其實是什麼呢 似乎佔比又最多 而且它的利用也是最高的 是的 我們看到 這個純粹在年報裡吸收出來 給大家講講 大家展開一份年報 其實我想不太懂得看 因為我開頭看的時候 什麼來的 動圈器件 全升器 我猜是一些麥克風的東西 本身動圈器件和全升器 你可以界定它為聲學的東西 其實如果你計一三年的收入 整盤生意大部分都是聲學軟件 而其他又或者是本身 集團做開耳機 耳機方面其實收入都是有個下跌 但是本身是因為它 現階段它賣的耳機 開始做一些premium 所以盈利都依然有個上升 你計分佈業績來說 都依然是聲學軟的方面 會比較多一點 講到這麼多 什麼來的 我找了一幅 大家可能異名少少圖給大家看看 也是高城的報告 接收器 揚聲器 開始變回一些人聽的語言 變回天線 繼續 集團其實現階段 除了做聲學 大家所知 在電話中的麥克風 麥克風 麥克風 甚至是耳筒的位置 其實都會 剛才都講過 開始做一些天線 光學的意思是一些鏡頭 這方面就不要看小 瑞星科技 其實它在這方面的 在電話上 甚至是比起我們所熟悉的 賣開鏡頭的 信譽光學科技 可能更加之高 所以 它自己做聲學起家 但它自己放很多R&D 在這個本身 非聲學產品裏面 所以 根據大行報告 其實 非聲學的比例 也會漸漸地增加 只不過 如果要搶市場的時候 看看毛利可否保持到 比較高的水平 好 Harrie 看看其他的表現 在業績方面 剛剛你也提到的 就是毛利和毛利率 現在主要客戶手機 定價沒有iPhone那麼高 你剛剛也解釋到 會否對他們的毛利有影響 看看 14年第一季 毛利率去到四成左右 有下跌的情況 跌了2.6% 反而 Cost方面的控制 蠻好 分銷和銷售開支 跌了3.2% 而且研發成本 很重要 雖然跟聲學相關的股份 即是有些很重R&D的股份 反而這些研發成本 都跌了下來 這部分 反而真的交代功課 先說細數 細數方面 也算是做到一些功課 貨品成本 那方面 不是升得那麼多 這是Cost of Goods 而本身 分銷和維銷售開支 都做得不錯 研發成本 也慢慢降低 因為現在新的產品 已經研發成功 可以慢下來 特別要看第一項 毛利率 買瑞星 買毛利率 其實主要的原因 就是本身 其實工業股來說 我們很多都會看 PE是5-6倍 為什麼瑞星會比18倍 甚至之前有20倍的PE 就是因為毛利率 比起一般工業股來說 高很多 一般工業股來說 賣的產品 可能只有5-6%的毛利率 賣的量 但是 因為毛利率比較高 都會影響到 Valuation PE的問題 你會看到 毛利率的水平 真的不太好 大家很擔心 這件事 本身 瑞星科技 最大的賣點 好像已經保持不住 如果看毛利率的趨勢而言 我會覺得 對於瑞星 接下來的範疇 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分野 下一版我們會看到的 這個trend來說 近來真的走得不太好 無論是毛利率 或是operating margin 經營利率方面 都跌了下去 這跟我們介紹瑞星的特點 就是非星學產品是新的業務 即是鏡頭天線 進入市場的時候 面對一些老牌的競爭對手 要打這個市場 在價錢上面 要有少少的sacrifice 所以會令到 利用率會有個下跌 市場目前正在看的 就是接下來 可以保持四成 一穿四成 股價真的會震一震 但是 集團的管理層 開了不下十次的IR 即是Investor Presentation 說到他們很有信心 可以保持四成 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本來的發展會如何 如果大家買這個股份 要知道毛利率的發展會如何 好 我們看看最後一個理好因素 第三 憧憬智能穿戴產品 都聽得多 眼鏡有個好像電腦一樣 有個螢幕 其實科技都不是很新的 因為偶爾來說 在一些外國的網站 都會見到相關的消息 其實現在的趨勢是怎樣 這些產品又是什麼 很有研究感 Harry 有Google Glass 智能眼鏡 智能手錶 遲些可能有智能背心 智能泳褲都可能有 很多東西 智能穿戴的產品 相信會是 一些所謂電子產品的 一個南海 現階段來說 大家對著一些智能手機 或者一些平板電腦 開始沒有什麼新意 他們就開始想其他東西 Google Glass 其實我自己也拿過上來玩過一會 裡面的東西真的很微型 尤其是鏡頭和眼睛的 所謂小小的投影器 但是很忽視一件事 就是說 本身其實 聲音方面的要求很高 因為 你在智能眼鏡上面 你不能用鍵盤出來 其實全部都是靠你的聲音 口頭的聲音 去聲音究竟他在做什麼 所以這方面來說 瑞星有一個好殺食之處 其實瑞星科技 為什麼他那些聲學產品這麼出名呢 就是那個微型化那裡 他在這麼小的一個尺寸裡面 都做到一些很清晰的一個效果出來 這個是瑞星科技最殺食的地方 為什麼我無力保持得這麼高 而接下來 繼續都會見到很多智能手錶 或是 Motorola都會出一隻 一隻刺手錶的智能手錶 所以 我會覺得 這個其實是讓大家知道的 對於集團的盈利發展上來說 可能在明年或是後年才會見到 OK 好 希望在聲控方面 有更加大的突破 要解決 如果有口音方面 又怎樣去評價呢 OK 提我來的 Hurry 我們不如看看風險因素 剛剛你也說到 買瑞星要看它的毛利 你說得好像很嚴重 管理層又出來解釋了很多次 可以保持到四成水平的毛利率 但又這樣說 競爭都非常之大 真的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怎樣可以保證它保持到四成這個毛利律師 你這樣問我就沒有得保證 但說真的 其實 以往 瑞星的所謂的technology barrier 即入行門檻 就是在於它的微型化 但其實這一兩年 開始有台灣廠商跟到它的水平 所以就是說 那個零部件的競爭對手 真的與日俱增 大家就保持著 拭目以待 看看它的毛利能否保持到四成 另外一方面 剛才說到 三星 即三星方面 智能產品 其實在銷售急速放緩 這個會對於它的銷售情況 有過負面的影響 以及剛才也說到 非星學產品的研發能力 可能比較遲起步 我會有點擔心 水平未必能保持到 如果是瑞星在做800萬像素的鏡頭 人家可能在做1300萬 就是這樣去看 而本身的風險因素來說 我想大家很特別留意第一點 這個很影響PE OK 好 影響PE 現在PE有多少 看看18倍多 怎樣部署 這個18倍來說 本身對於瑞星以往 即是13年的增幅來說 不算貴 但問題是 究竟未來半年的業績 我預測都可能有機會順利 不是那麼高的升幅 所以這隻股份來說 短炒的話 就駁下星期二個小米發佈會 中短、中長線來看 看看它第三季 當蘋果的產品都出來的時候 它的業績是怎樣 所以這個目標價 我是在給中線 就算現在48個嶺 去買入去 你小米這樣出來 都是彈到50元 沒有去到60元那麼嚴重 所以指洩價 就放在40元 說到毛利的因素 風險係數 我放在4 好 謝謝你 Hary在這隻股份的詳盡分析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最後跟你做個申報 先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謝謝Hary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的直播環節 我們家人觀眾不要走開 待會再談 謝謝 謝謝 謝謝